嗨,大家好,我是老魏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越南的一个普通的小区 这个小区傍晚的时候非常有活力 我们一起通过看小区里普通老百姓的日常生活 来看待普通的越南人怎么样来度过周末的生活 我拿一个这个 买两个这个尝一下,我不知道这是啥 好像是一万五千月顿 OK,干嘛 一万五千月顿买了两种甜食小吃 给我朋友尝一下 尝一下这个,我刚买的甜食 我看那小孩子好可爱 我就我就买了 对啊,小孩子太可爱了 在这里点烧烤 点了一个泥丘 点了一个牛肉 点了一个泥丘,点了个牛肉 这个楼房啊 这个停车场都在楼上 你看它的R2,R3全是停车的地方啊 这全是停摩托车的地方 晚上这个社区这边可能会有一个小型的演出 不知道是不是自发的 还是有主持的 反正这里非常热闹 就是很多民众出来散步啊 打打球啊,跑跑步啊 健身啊,吃东西啊,喝水啊 就特别特别热闹 然后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越南小区 这种正常的生活状态 还有很多小朋友呢 就是丢在街上随便跑 然后也没有家长看着 就自己玩自己的 我觉得这种平和的感觉啊 这种宁静安宁的感觉 特别特别好啊 让大家感受一下越南生活的这种氛围 我和国内来的朋友 还有金玉雨 我们一起在社区边上的烧烤店里吃点东西 没有,刚刚他点了一个泥丘 那加一个泥丘 不知道他那个服务员也没听懂 这个加一份摩芬 刚刚金玉告诉我啊 说是这个小区里面有这种异物的演出 就是完全是免费的 然后大家可以过来一起参与啊 社区自发的一种演出形式 到7点钟开始 那现在7点钟不到 然后我们在这坐着等等 看看越南小区里面 这种文艺演出啊 有多热闹 现在在这样宣传 然后告诉小区的居民 然后晚上7点钟过来 现在凳子也都摆好了 已经来了很多人了 烤肉好了可以吃了 然后国内新来的朋友要加蒜 吃肉不吃蒜营养减一半 所以吃烤肉一定要吃生蒜 老板来给我们敬酒 我们永远吃水 我们永远吃水 特别过来就和我们敬个酒 越南人还是非常热情的啊 那已经过了7点钟了 这个演出的地方有很多人在这坐着 也有很多人在这个栏杆上趴着 勾兰听曲啊 他这个演出是不要是不收费的 很多都是义务的 那有的观众呢想唱歌或者上去唱 给他们剩点喝 或者说给他们一点点小费就可以了 这小区里的人啊特别特别多啊 住户特别多 然后你看他的摩托车啊 都是从一层一直拍到上面的三层 一直停到上面的三层 晚上的时候很多人出来散步啊喝水啊 然后听曲啊 到晚上的时候人是越来越多啊 这就是越南这种社区的文化啊 他这种活动啊就是也不是天天有 周末的时候偶尔会有 那也是一个社区一个社区的啊 去这样演出 他这个也是政府的一种行为啊 但是不向民众收取一分钱啊 啊如果说你觉得他唱得好 可以上去给他们小费 或者献一束花 然后夹着一些小费啊 这样的话他们就非常开心啊 啊这是越南的一种啊 非常简单的一种啊社区文化 啊 进歌热舞啊就一直这样唱很热闹 很开心很多人在啊 很多民众在边上围着 这个楼层啊高楼层还是能够被炒到的 他这个不会太晚大概十点钟左右就停掉了啊 非常感谢您欣赏本期的视频 祝您生活愉快拜拜 啊